警示方面,由公安部宣传局、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设置的公安题材电视剧《黎明决战》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拍摄,与日前在上海杀青 本台记者也在杀青当日前往上海谈判 记者赶到电视剧《黎明决战》的片场时 王千元、刘诗诗和图鸿刚三位主演正在拍摄该剧的最后一场戏 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当兵或者是有一些职业 比如说是哪里的老板或者是什么那么一个潜伏有另外的身份 那么这个是头一次演一个干部的形象 可能在干部的把握上要多一些 据了解,该剧讲述的是1946年 在我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哈尔滨 共和国第一代公安战士与多方敌对势力展开势均力敌的殊死较量 捍卫革命成果的故事 除了演员王千元首次挑战干部角色外 演员刘诗诗也跳出了他熟悉的古装剧题材演起的特工 据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刘诗诗也提前做了很多准备 据了解,作为今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重点跟进的文化精品工程项目之一 电视剧《黎明决战》有著名编剧林河平等历经两年时间创作 又在公安部宣传局 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磨合修改述稿 剧本基础扎实 近两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高度重视影视剧创作生产 着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 完善临选发布扶持奖励机制 对重点项目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 后期宣传发行 给予全流程指导把关和资助扶持 曾先后涌现出《北平无战事》 《平凡的世界》 青年医生 《老友所依》等一批社会效益 市场效益双赢的精品影视剧 北京台报道